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今天适逢礼拜五 再来要周末 所以一般来说行情会比较淡 量会比较缩 那目前录影的时间13.07 嘛 墙量1545亿 预估量大概1830亿 确实就是比前两天说 但是指数维持一个小涨 涨10点 那ODC稍微涨多一点 涨0.38 但其实都是很有限的涨幅 那当然主要在于就是说每股 已经连跌了两天 那原本预期说五月份的最后一次升息之后 市场应该会反映说后面不会再升了 股市应该会向上反应 但结果没有反而是跌 当然跌的并不多啦 跌的原因在于 第一 美国的一些中小型的银行 又有一些新的trouble 可能又有人财务上转不过来 maybe又要倒闭 但从股市连跌两天 但都只跌一点点 就看得出来就是说市场认为 这个银行的危机是可控的 就跟前面的那几家一样 所以没有造成就是说对于整个市场的太大的杀伤率 那反而是台湾在等财报 美股也正在等财报 陆续在公布财报 我认为这个才是市场的重点 所以呢在财报陆续公布完 利空真的消化完 利空出境之前 我认为市场还是在等 那台股财报公布的实现是在5月的15号 所以大家就是也不急嘛 能剩大概一个礼拜而已 大家就是等所有的数字出来 公司的说法出来 资金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都还是在等 那比如说美股的部分 在前天公布财报的AMD 如果大家有影响 昨天是跌多少跌9% 那今天的收盘呢 又反弹了6.1% 6.1%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说利空反应完 他就上了 那为什么前一天跌9% 因为公布第一季的营收衰退之外 单季亏损0.08美元 还是0.09美元而已哦 就重塑9% 可是其实我昨天就说 AMD对于第二季的展望预期是持平 其实不错呢 人家台积电说第二季是衰退 AMD说是持平 结果AMD还跌9% 那今天就反弹上来了 当然今天有一个另外利多说 微软找他合作 新的AI的晶片 所以昨天接9% 今天涨6%回来 我认为这9%的跌幅 应该很快就会收复了 所以呢 财报好不好是一回事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对后面的看法更重要 如果觉得股底已到后面又会上去 那股价可能就先下后上 就利多输进 所以那看法很重要 而且AMD说 后面AI的需求非常的强劲 所以第一季资料中心的产品线的营收是持平的 没有衰退 第二季可以撑得住 预估也持平 而且认为下半年会很有信心 会有一个很不错的成长 都是来自于server资料中心 就是AI的需求 所以从AMD的讲法 其实告诉我们说AI会好 然后昨天 因为今天 刚公布了CoreCon的财报 也不好 股价就跌了5.54% 那CoreCon 不止第一季衰退 他一估第二季持续衰退 AMD是可以持平 CoreCon要衰退 两者差异在于产品当然不一样 CoreCon的客户在手机 手机市场 所以大陆的手机目前 銷售中央没有起来 所以今年手机产业包含年发科 都是辛苦 但AMD一来抢占Intel的市场 二来AI的需求带动新的商机 整个拉上来 所以第二季持平下半年往上 所以代表就是说手机很烂 今年AI会很强 所以从这两家公司的财报告诉我们 一个鸣谢的趋势方向 再来晶片股IC设计IP股不是不能买 但是你要买对方向 等到财报的数字 公司说法陆续出来看是利空出境 或者是利多上涨 五月中是一个关键点 然后方向要搞对 未来要找AI的那一端 不要去找手机那一端 手机那一端我认为没有什么搞头 我今年至少没有什么搞的 好那AI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 最相关的还是来自于IP股 所以创意公布财报之后 涨停继续往上 从921涨到今天最高1135块 200块上来了 世新这波没有跌那么多 反弹也还还不到那么大的幅度 那其实据我的了解 ASIC相关的产业其实第二季都有库存要调整 不管世新或者创意其实第二季的营收 应该不容易往上应该都是下修 但如果下修在一个市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第一财报数字也不错 那股价修正完之后自然就会往上 就往上 那所以我认为就是AI股包含 M31先进制成 的贡献度一直上来 这个第二季应该就是成长 力旺也差不多雷同 然后金利克是基期最低 营收公布完之后 股价也慢慢又上来了 这个低档打底讯号明确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当财报公布完毕之后 电子股有机会开始往上 AMD跟Colcom的法说告诉我们说 再来AI强手机弱 所以你要选的方向很明白 那IP股是有机会的 但五月中旬之后 再积极的来看 所以这边我们就先等 然后最近强势的像军工股 今天普遍都拉回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涨多的拉回 涨多的整理 那跌的时候 EPS本值最重要 涨时重视跌时重值 谁数字强 谁跌下来就有支撑 因为本来业绩就好 股价本来就应该相对好 那 当他又加上军工的新的趋势 新的动能的时候 就好上加好 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所以数字最重要 比如说龙钢 去年赚4.52 这边写错 不是4.25是4.52 今年DG赚1块2 比去年第一季的7毛6 成长大概接近6成 订单满到今年年底 整个产能全部都满载 航太相关军用的相关的 新的需求 持续大爆发 所以 昨天相当强 今天稍微整理一下 这回档都有限 全国精密 去年赚6块11 洛克希德马丁 现在正在台湾 是他的大客户 除此之外 还有两家大型军工厂 已经拿到出货的 供货的资格 下半年只要陆续供货 营收获利整个跳上去 赚着就不会是只有6.11 所以基础上 这些公司的获利都相当好 JPP今天股价大涨 目前股价来到123 你前面高点相当接近 去年赚5.45 今年保守算也超过6块钱 股价给你算120好了 本益比20倍 所以这个在军工股里面都是相对 非常非常合理的 本益比的相关的军工材料股 那其实这些都是跟 航太相关领主建有关的 所以告诉我们就是说 航太领主建的相关公司 在过去一年的获利基础 都已经相当好 他们有一个原本就很好的 获利的水平 那当整个军工产业带来一个 更新的成长动能 未来好上加好的时候 获利往上调 本益比同时往上调 股价可以涨很多 我就举一个 比较夸张的例子 比如说原本一家公司 赚10块钱 本益比原本给他10倍 那10乘10就是100块 但是假设比如说 刚好军工产业的 这种新动能出来了 那明年变成赚20块钱 市场也给他一个 新的本益比就20倍 20乘20就变成400块钱 所以当获利跟本益比同时往上调 那股价的涨幅 那个是倍数在涨 所以100变400 当然我只是举一个整数 比较夸张的例子 同样的概念 未来能源股 军工股 或者支通股相关的这些 会很多类似的股票出现 所以现在只是一个大趋势中的一个 今日的一个小小的拉回 我拉回是要给你买 那数字越好的又有机会 祝隆 也赛航太零件 去年赚5.13 那这些公司本身基础都很好 那风打科去年赚2.85 低线低线低线就赚了1.27 今年最保守5块 但据我了解 应该可以赚到7到8块 所以呢 那短线人拉回 这些有数字的股票都不用担心 那军工题材 我认为其实今年只是大爆发第一年 大涨小回一直到大选结束前 这一组都会有机会 所以拉回就是找有数字的去买 然后再来的新题材 你要非常注意就探权的题材 因为政府要成立全新的探交易所 原本预计7月成立再来 现在说来不及可能要延到9个月 但其实没有差那两个月 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全球要减碳 未来会有一个排碳的规定 排碳量超过的 你要买碳权 你可能要花很多钱 然后 有很多节碳减碳的相关的公司 比如说你有很大的林地 你有很大的 这个节碳的这个额度的 你可以卖掉 卖碳权 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我们在礼拜三买盘下买进 碳权新标股2XXX 昨天涨6.48最高来到61.4元 就是2206的三阳工业 然后今天早上虽然说一度的回档 但大涨小回 结果 刚刚一度又再度翻红 现在稍微小跌个0.8元 就创新高后的小整理 不改他向上的趋势 那低限买盘相当强劲 好那你可能会说三阳工业不是那个三阳机车吗 因为台湾很多人都有买过机车骑过机车 我会买过他们家的机车 那跟减差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第一我们先看获利 第二月份就赚了0.64 三月份营收 再从49亿跳到59亿 大增接近两成创历史的新高 所以可预期的二月份就赚0.64 三月份可能赚到接近一块钱 第一季可以赚大概2块钱 而且四月份的现代汽车销售 比三月份大增14% 即便四月份的机车销售掉下去 汽车销售拉上来 一台车子的钱跟一台机车的钱差那么多 所以四月份你说不是新高 我想也就维持在高岛附近 所以业绩好的不得了 所以估计今年有机会赚到超过8块钱 那做汽车销售机车销售比如说 育龙好了 现在股价大概接近80块钱 然后去年是亏多少 亏4.8 不是赚4.8是亏4.8 股价都可以涨到这么高 中华汽车去年更惨 亏14块 现在的股价多少 76块 差不多接近80块钱 所以同样做机车汽车 然后卖汽车卖机车的 人家是亏到脱裤子股价80 今年是赚翻天 可能要赚8块钱 第一期就有2块钱股价只有不到60块 光是用笔的你就知道说买这个 然后呢他转投资農林 未来会有非常大的探权的收益 农林最大的资产就是 大家都知道资产股 很大的林地 那以前资产股你要做资产的开发 你才能赚钱 开发之后可能比如说卖掉你就没有了 现在不一样 你知道种森林种树林 节能减碳 只要有那个减碳的效果 每年就可以把那个探权用去交易所把它卖掉 就可以赚钱赚大钱 以前要砍树 可能要变成什么东西 资产开发 现在不用啊 树种在那边每年帮你赚大钱 所以这个未来探权的市场非常非常大 转投资農林这个探权收益外会很大 好那回到股市 但是我说只要是越新的题材行情越表 所以为什么 当大家在回档的时候稍微拉回很快就拉上来 其实这都是在涨新的趋势 然后最后5月15号之前随时会公布财报 如果你可以像比如说创意一样 拿出一个让大家满意的财报数字 或者让人家经验的股价涨停满喷出 那都是有机会的 所以这边我们布局党全新财报标股2XXX 房价涨3.7% 股价已经在高档整理了 大概20天左右 20天左右 然后低级的财报 因为营收年增率高达590% 营收年增率590% 比去年同期增加490% 大概增加接近5倍 营收年增率590% 可预期的EPS也将大爆发 在未来一个礼拜随时公告 那股价整理 大概三个多礼拜接近四周 那财报利多只要一公告 我认为股价就喷了 所以这边军工的有机会 资安股有机会 能源股拉回要买 那财报标股2XXX 营收年增接近5倍 只要公布获利 因为获利一定大爆发 我认为股价就喷上去 就跟创意一样 股价可能一喷就是一大段 这边就是要买财报的标股 那我们选的本来就是金银股 都是最强的毛利率 最强的营益率 最好的EPS 最高的成长性 最高的市占率的金银股 尤其现在正式公布财报的 最后关键的一个礼拜 谁能掌握最精准的财报数字 算得出来 谁就有机会赚到财报的行情 所以如果说你要掌握财报的标股 欢迎加入我的LINE 留下你的LINEID 或者留下你的电话都OK 就可以享有一次最新标的 买卖进出点 那最新的就是这一档 财报标股2XXX 只要加入LINE 留ID或电话 就可以得到最新标股的 买卖进出点 这个离财报公布 没剩几天了 好好把握机会 那看完节目 邦正老师按个赞 订阅一下 分享给亲朋好友 开启小铃铛 每天就可以收到最新节目的通知 也祝大家超顺利 礼拜一再见 礼拜一再见